我录了这么长时间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让我学会了勇敢 去表达爱这件事情 所以在录制的整个过程当中 也在筹备我的演唱会 然后我专门为支持我的所有的朋友 他们创作出了一首歌 然后这首歌也是告白向的一首歌 但是它和大家所之前听过的一些告白的歌 可能不太一样 它不是直接的表白 它是一个故事我想分享给大家 就是因为我每一次在见到他们的时候 会收到很多很多的信 成山了已经 我知道每一封信都是大家特别用心写给我的 所以我把我的故事创作出了这一首歌 然后名字叫做你写下了我的名字 因为我每一封收到的信 他们都写了我的名字在上面 所以我想用这首歌来跟他们告白 然后这首歌也会在我的演唱会上 第一次唱给他们听 非常好 非常好 也是一种特别好的告白 对 对 对 明天